政府已经敲定聘请印尼家庭帮佣的费用 设在了7800令吉 当中6000令吉是我国方面的费用 印尼方面占了1800令吉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拿渡阿旺哈欣 促请所有人遵守有关收费规定 一旦发现任何额外收费 国人可以向劳工局举报 阿旺哈欣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指出 我国和印尼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并清楚写明了聘请家庭帮佣的费用 至于孟加拉劳工的代理数量 阿旺哈欣指出 在去年12月10号召开的内阁会议中 已经批准了275间孟加拉劳工职业介绍所 只有在1981年私人职业介绍所 法令下注册的私人职业介绍所 可以在国内处理外籍劳工的事宜 另外为了防止舞弊事件发生 政府将采取和外籍移工来源国 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 保障员工和雇主双方的权益 同时避免非法集团操纵 cement地位于检查 分架 在 here they think they could do leave the register 我捨て音 好 这个